大家好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一个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财运线啊 是在小指或者无名指的根部啊 出现几条密密麻麻的这种竖线 或者是斜线啊 那么财运线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啊 有财运线的人也不代表财运就一定的好啊 要具这个是具体的情况而定啊 一般这个线条清晰笔直啊 财运线非常的有利 说明财运畅通啊 这类人呢对财富的把握能力往往是比较敏感啊 比较招财 在商运方面呢也是有自己的建树 在财运呢突然到来的时候啊 也不会也不要这个过于贪婪啊 所以说以至于这个折损运势 我们说一个人的福报 一生的福报是有限度的啊 一个人的福报一定是要有限度的 那么当某一个时期你的大运来的时候啊 财运来的时候啊 不要太贪心 不要太贪心 凡事要留有一点余地 我们来看一个啊 生命线 它的这个走向非常的不是不是很好 没有什么弧度 看见没有 非常的直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 并且呢整个生命线在这个跟智慧线交叉的地方啊 它这个有一点点角度的弯曲啊 角度它不是这样圆弧下来很顺的样子 它是啊 有点带有这样的责 明显的责啊 带点这样的角度的话 这个要注意意外之灾啊 如果是双手的视野线非常的长的话 你看这个视野线还是非常不错啊 而且非常这个笔直没有中断的话 说明视野运势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跟手向当中的三大纹路啊 交叉形成M字纹 M字纹 那么这个弱就弱在生命线啊 生命线镇宫和这个金星丘镇宫和砍弓的位置啊 出现这些褶重啊 出现这些褶重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在肠胃方面有一些小的疾病 这个需要注意啊 并且呢日常生活当中啊 可能精力呢 也不是很旺盛啊 容易疲倦啊 容易疲倦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生命线的内侧 以及生命线的 这个本身的状态 预示着这一点 那视野线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手掌啊 这个是典型的 事业型的女人啊 性格上比较强势啊 那么甚至呢 有一些女强人的特质 而且呢这个个性是有利于你的事业 利于财运的发展的 啊 完全可以拥有你自己的事业 经商创业都是符合你的命理的 啊 如果去上班为别人打工 就不符合你的这个 这个整个命理和运势了啊 但是现阶段运势啊 一般啊 在这通过你的这个感情线来看的话 在婚姻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那婚姻的问题比较多 你看横切线干扰啊 并且有导文 细小的导文在初级阶段 啊 所以说 呃 这个现在 这个年纪是25岁啊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 还不是你的正缘啊 正缘在三十 一二岁左右 正缘在慢慢到来 啊 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好了 整个首相 这个女强人的首相 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 那么这里呢 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 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